台湾他怎么可能去刻意去骂人贬损什么 有些游戏单元就是会有情绪 情急之下 这气话怎么能当真吗 不过乃哥有时候讲话就这个态度 就会啊不要生气 没有特别的意思 你跟那个徐乃琳徐哥搭档了很久了 徐乃琳不叫徐哥他叫乃哥 乃哥跟乃哥搭档了很久了 从台湾红布让开始算嘛 台湾红布让的话大概1998 2000年之前就算到现在 至少在25年左右 今天我们才看到的新闻 是不是叫杨秀辉 那你你站在你的立场 刚刚那么久 在一起那么久 你觉得乃哥讲这个 讲这个话 其实开玩笑还是怎么样 开玩笑 他怎么可能去刻意去骂人贬损什么 对 在那个节目里面 因为你是没来过 你不知道 我去美食参加节目 我们那边很拼啊 我们是乃哥现在已经变很 乃哥现在多和蔼可欣 跟你是跟现在的你一样 他整个什么话 你看看 乃哥现在很好相处 不乃哥有时候讲话 就这个态度 就会啊 不要生气 他没有特别的意思 你要不要听那个乃哥 在节目里面 帮乃哥道歉一下 乃哥 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虽然说是两对 对吧 大家呢 把他拼个 大家拼个 拼表现嘛 有时候 他有些表现特别差的 有些游戏单元就是会有情绪 那这真正没有办法的 这个对不起 你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些 看播出啊 那些什么真实啊 脸红而脖子出 假的 都是真的 所以情急之下 这气话怎么能当真嘛 你去讲 对啦 对不对 但是那个或许那个字 我们的那个字或许有说 但是 秀惠就特别在意 其实秀惠不是不能开玩笑的人 知道吧 他也是帮忙做效果的 所以一直以来就是 嫌弃他表现不好 或者说 希望他在加油 在努力啦 这都是我们在拼 拼战的过程中 会有的语言 我相信啦 圈子里面没有到这个地步 秀惠姐是 人人好的 对对对 与人为善的 基本上 情绪就对 刚好讲到一句话 对对对 问你也帮这个 原厂 你刚才也原厂 原厂的非常好 表示安慰自己 表示安慰自己 因为他的哭得跟内人儿 有点看到 内人儿啊 对 其实这是 我相信是五位一场 下次乃哥来的时候 自己问他 对 自己问他 自己问他 did 就 词